大家都知道要在台灣騎機車的話呢 就要去考駕照 如果你要開車必須上駕訓班才能考駕照 但是你們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如果你要開飛機的話要怎麼辦呢 有一首兒歌是這樣唱的 走飛機走飛機來到清朝地 蹲下去蹲下去我當推進旗 我跟你講啦 今天沒有要當推進旗 那個太柔了我跟你說 今天我們要當機長喔 我們要來開飛機了 You can call me Captain Joe 走吧 什麼 我現在居然在機艙裡面 難道阿周的演藝生涯就這樣結束了嗎 沒有啦 跟你們開個玩笑 其實我現在呢 是在一個模擬的飛行中心裡面 那現在準備要開飛機了 在開飛機之前呢 我們先歡迎我們的岩教官 你好 教官想問一下 你是以前有當過飛行員或是機師嗎 沒有 沒有 那為什麼你會來開這個體驗課程 來叫人家開飛機 用自己的興趣 然後也想說幫一般想飛的人圓夢 原來 所以你就是把你原本的興趣 結合在工作裡面 然後就是順便讓 有想要當機師有這個夢想的人 可以來體驗看看是不是 對啊 那教官 我們在起飛之前呢 還有什麼東西要注意的嗎 因為我現在已經有一點迫不及待想要飛起來了 對 大家都會很潛心 對 對對對 進來飛機裡面呢 第一點是要先確認我們飛機上的文件有沒有到期 文件 對 飛機上會有很多安全文件 就像我們要什麼 要操作 車子的操作手冊 什麼行照架照那些 我們準備好嗎 對 那飛機其實也是一樣 那再來就是硬體上的檢查 那飛機從修護廠拖出來之後 機物會幫我們做好舒服的設定 是 那我們機師們上飛機之後 還要再重新再做一次確認檢查 沒有什麼地方漏掉沒有做好的 我的頭腦快要爆炸了啦 怎麼還沒起飛就有這麼多準備事項啊 從航程的確認 個儀器的確認 還有很多的確認確認確認再確認 我已經可以體會到每次坐飛機的時候 機長們有多麼認真的保護大家的安全了 果然是模擬飛行從一開始就這麼專業的啦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確認電腦上的飛鞍資訊 不要懷疑 準備完這些工作 才要準備起飛喔 我的小腦袋啊 已經要裝不下了啦 等一下等一下教練 你說這一個已經是簡單的 接下來才要進入複雜的 沒錯 你們剛好看我的表情嘛 我在聽的時候已經目瞪口袋了 但是現在困難的才正要開始而已 好啦 既來之 則安之 好啦 抱著學習的心態 OK 教練我們繼續好了 好 跑到動物佐 許可起飛 TVB 025 沒錯 OK 那這時候你就把手放在這邊 好 油門 推你油門 好 慢慢的往前 OK OK 我現在很緊張 我現在很緊張 起飛了 起飛了 我飛起來啦 真的超緊張的 因為教練說這個模擬的操作 不勝的話也是會墜機的 而且不得不說 眼前這個螢幕視覺感也太強烈了吧 好 好 好 現在開始緊張了 剛剛飛到一半的時候還覺得 滿輕鬆的嘛 很愜意 還可以看風景 現在緊張的時刻來了 我反而有點措手不起 因為待會就是由我 Captain Joe 來執行降落的動作 教練剛剛跟我說 待會降落的時候 他會Cue我做幾個動作 那我反應要非常的快 要非常的專注 因為如果我呆掉了 或延遲了一點點時間的話 就會影響到這台飛機的降落 就會有相對的危險性 OK 全身關注 這裡是機長式廣播 我是今天的機長阿鳩 請各位旅客素質您的椅背 放鬆您的心情 我們現在準備降落囉 終於平安走路了 謝謝教練 我愛你 我們都回來了 OK 好了 今天算是成功的起飛跟降落了 也好好體驗一下機長的一個流程了 但我沒想到說 原來在開飛機 飛上去之前呢 他有這麼多的前置作業 而且有這麼多的細節 要非常的小心 一個環節都不能錯 就算你全部做完了 你還是要拿這個出來對點 一個一個確認 你都已經這樣 double check 完以後呢 你還要跟那個機台的人員做 triple check 就是層層把關才能確保 一個非常安全的航行 對不對 所以要非常推薦大家 就是有機會想要圓夢 想要翱翔天際的話 可以來到這邊好好地體驗一下 不用怕堆積 我跟你講 教官在這邊 好不好 安心的啦 趕快來體驗看看吧